1976年10月6日 江青作为四人帮的核心成员被捕时 显得十分镇定 唯一让人奇怪的是 当他面对逮捕令 只要求给他一点时间写封信华国锋 那江青到底写了什么 四人帮的结局又是什么 四人帮 这个在那个特殊年代活跃的小团体 虽然人数并不多 但是展示出的力量却让人十分震惊 1966年十年动乱大爆发 当时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三人 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核心成员 1971年 王洪文由地方升任中央不久后 担任中央副主席 但没有什么根基的王洪文 急需有人支持自己 于是为了前途考虑 果断地加入了江青阵营 随着王洪文的加入 四人帮开始出具雏形 且实权得到了进一步扩大 但1974年7月17日 中央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在会议上 毛主席针对个人小团体问题进行了尖锐批评 并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 姚文元等四人进行点名批评 劝告四人不要继续再向前发展 弄不好会成为四人小宗派 而如果1974年 毛主席只是对江青四人点到为止 那么1975年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上 毛主席对四人可就是严重警告了 这次会议上 毛主席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例如不许搞阴谋诡计 不要分裂 大家要团结 有什么事情光明正大的来 同时在大会上严重警告 以江青为主的团体 称其为四人帮 自此以后 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团体 便成为了四人帮 那这一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四人帮在1975年 会被中央严重警告 早在1974年10月 就发生了两件大事 其一 周总理因为日夜操劳 身体实在是撑不住 住院了 这一年被迫害的邓小平同志 回到了中央 他的问题已经清楚了 邓公是清白的 因此很快邓公被任命 为了党中央副主席 中央军委副主席 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兼总参谋长 掌握军政权力 然而邓公的回归 让四人帮非常敏感 因为邓公之前的遭遇 和他们有莫大的关系 为此 这四人将邓公设定为心腹大患 时刻进行打压 但是此时的邓公 有毛主席的保护 江青等人的计划 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了 不仅没有成功打压下邓小平 还招来了主席的反感 这也为四人帮走向负面 打下基础 1976年 毛主席去世后 中央是如何抓捕四人帮 又是谁去抓捕呢 四人帮的负面 还要从1976年3月说起 这一年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了 周总理在任期间一心为民 很受民众爱戴 所以当百姓们知道 总理去世后 开始纷纷向天安门广场聚集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 前幕送总理 当时有些百姓 将周总理的去世 归咎于四人帮的捣乱 很快这股传闻 便在天安门前流传开了 当然也传到了四人帮的耳中 为了维护自身团体的利益 江青等人将天安门的群众 定性为反革命分子 而他们悼念周总理的事件 自然也成为了反革命事件 于是在这伙人的授意下 北京城内的警察和部分民兵 按照命令来驱散群众 但是群众怎么肯就这么屈服 双方一开始只是交涉 但是到了最后 甚至动起了舞 群众和警务人员扭打到了一起 最终广大群众遭到了驱散和逮捕 但是四人帮也因为这件事 失去了所剩不多的民心 1976年9月9日 在周总理去世后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也永远离开了我们 就在全国上下悲痛万分的时候 四人帮却搞起了小动作 并将矛头直指华国锋和邓公 眼见四人帮的态势愈演愈烈 同年的10月6日 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兼任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 与时任国防部部长的叶剑英元帅二人 集合在了中南海办公室里 此次军政两位重要人物的 未面不为别的 就是商讨如何处理四人帮的问题 二人都对当前的形势 感到深深的担忧 认为不能再等了 但是考虑到这四个人 在中央的地位 不能轻易出手 要知道四人帮成员 在当时地位非常的高 例如王洪文当时 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一职 张春桥则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和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属于军政兼任的重要国家干部 二人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而姚文元 虽然地位没有前二人高 但是他职务涉及全国舆论 属于四人帮的嘴 江青职务最低 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但是他毛主席夫人的身份 却非常特殊 因此他也是最让华主席和叶帅 感到棘手的人物 但是现在嫌上不得不发 二人决定成立抓捕小组 最好是可以一网打尽 此次任务 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负责 为什么让汪东兴负责呢 因为他的工作性质 决定了他对四人帮非常了解 所以他是最合适的领导 当时为了确保任务顺利完成 叶帅调派了两位中央干部 分别是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吴建华 和中央公安警卫师副政委 兼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张耀茨 为其副手 同时从中央警卫团和中央警卫局 这两个中央护卫部门 抽掉了20个军官 组成了抓捕小组 1976年 四人帮被捕时 江青写了一封信给华国锋 但直到多年后信的内容才被揭露 那信的内容究竟是什么 江青写信给华国锋 又抑郁为何 接到抓捕四人帮任务的命令后 吴建华和张耀茨也是不敢耽搁 立即向中南海的中央办公厅出发 而两人碰面后都感觉比较惊讶 虽然二人同属警卫部门 但是两只警卫力量一起分配任务 还是很罕见的 但两人也故不地交谈了 直接来到了办公厅汪东兴主任的办公室 汪东兴眼见二人已经来到 便站起身来 直接掷地有声地向二人宣告命令 中央已经决定 今晚八点整粉碎四人帮抓捕其核心成员 你们两位负责江青的抓捕工作 我负责其余三人 命令明确了吗 二人虽然感觉惊讶 但是职业的素养 让他们很快便反应了过来 立刻回答道 坚决执行中央的命令 交代完任务的汪东兴 缓了缓语气说 这次任务非比寻常 要做到行动果断听到了吗 为了让你们任务顺利完成 警卫团和警卫局 已经给咱们调派了20位身经百战 且思想可靠的同志一起去执行任务 这些人分成两个组 你们和我各带一组 同时汪东兴还交代二人 执行任务要讲究方法 到时间就说是 接到了华主席命令来 让江青去隔离审查 最主要的就是 一定要让他交出文件贵钥匙 并叮嘱两人一定要亲力亲为 当天晚上8点钟左右 中央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 由于此次会议 涉及毛泽东选籍的思想传播内容 所以姚文元 王洪文 张春桥三人 都被要求参加了 三人先后来到会场后 很快便被警卫拦下 要求他们去做隔离审查 眼看警卫们没了上开 三人哪怕是想反抗 也失去了勇气 只能乖乖地被带走了 会场一切顺利 现在只差江青那一组了 张耀慈和吴建华看了看时间 感觉差不多了 于是两人率领着十来名警卫 来到了江青住所门口 由于张耀慈的特殊身份 为江青站岗的警卫 大多都是张耀慈的部下 而张耀慈也身兼警卫的领导权 所以警卫们并没有阻拦 两人很轻松地 便进入了江青居住的屋内 此时的江青 由于白天摘苹果 感觉有些乏累了 便依靠在沙发上休息 得知张耀慈二人要见他时 江青虽然感觉不悦 但还是正常接见了 张耀慈二人进入屋内后 也没有过多寒暄 而是直接宣读了中央的命令 要求江青交出文件柜的钥匙 自己会带江青去隔离审查的地方 而江青听着张耀慈的话 目光逐渐有些呆滞 最终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然后拿出了一支笔和一封信 在上面写着什么 信写完后 江青在信封上写下了 华国锋同志亲戚 随后江青便将钥匙和信封 一起交给了张耀慈 嘱咐他要交给华国锋同志 张耀慈点头应允了 就这样 江青被警卫人员带上了车 送到了中南海地下室 迎接他们四人的 将是人民的审判 至于信的内容 后来被正式公布了 信中主要写的是 他们说抓捕我是你给下的命令 这件事是不是中央下的决定 至于江青为什么要给华国锋 写这封信的目的 已经不得而知了 或许还是抱有一丝侥幸 或许是不敢相信 中央会这么对自己 但无论怎样 这封信并不能改变什么结局 江青最终都得接受人民和历史的审判